希望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哪個問題就是把刮符中字串做出來 有沒有 所以以前假設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其實可以用什麼 就是 點兩下Ctrl C 有沒有Ctrl V貼過來 然後這個地方因為同樣的只要找到刮符 然後Ctrl C Ctrl V OK 可是其實在那個 Excel裡面有個快速鍵剛剛同學有提到 Ctrl E 也就是如果你希望 你 Excel他還蠻聰明的 他會自動幫你去抓到他固定的那個 怎麼講 固定規則 你抓的東西剛好他會去判斷他是刮符 所以你只要按Ctrl E 我記得他會幫你自動怎麼樣 幫你去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你會發現因為這裡面有的有刮符 他可以做對 有沒有 像這個都做對 但是有的沒刮符 他不知道要抓什麼 所以他就把整個抓過來了 所以還是沒有辦法100% 但至少好像比較好一點 比那個 傻傻的用了 Ctrl C Ctrl V 又進步了一點 可是最後還是當然不行 像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是可以這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用那個什麼 用函數解決的話 那我們應該做哪些動作 但我想到的 第一個 他有刮符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fine那個函數 fine這個函數呢 基本上就是說 我要 顧名思義 fine的話就尋找 尋找這個前刮符 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 用fine他回來會告訴我說 前刮符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們可以先做第一個動作 尤標先放在 b3 那你想說為什麼不放b2 因為b2沒有刮符 OK先插入 然後文字類裡面找到fine fine的話跟他講說 我要找什麼 我要找 所以他三個 fine text within 所以他其實這個 有點模擬兩可 fine text是什麼 我猜的應該是 要找什麼 找什麼文字 我要找的是前刮符 就打個前刮符 那當然理論上 Texter是前後要有雙銀號 不過 如果你不加他會自己幫你加 有沒有 所以他幫你加了 那within的話是在哪裡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within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 他得到的是3 3的話意思是第三個字 沒錯 流、雲、錢、瓜、虎 所以第三個字 那star number的話 如果你是空的 他從1開始 其實是1啦 或者你保持空白 如果你現在輸入4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就沒有東西了 因為他找不到了 從第4個字開始找 沒有啦 沒有瓜糊這個東西 那我們一般習慣是保持空白 所以給他兩個參數 得到3 可是問題來了 我3 那問題 接下來的話 我要的是什麼 後瓜糊的位置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公式 把這個前瓜糊改後瓜糊 那就是後瓜糊的位置 那我只要什麼 把前瓜糊的位置 減掉 後瓜糊的位置 減掉前瓜糊的位置 有沒有 但是你會發現 前瓜糊的位置 我要的是從下一個字開始 所以還要加1 應該是減1啦 會多一個字 所以把那個 多的前瓜糊要減掉 那就得到什麼 第3屆冠軍 那做法是這樣 我們來做這個 再來就把這個公式 先放前瓜糊的位置 把公式做出來 剪下來 第二個的話 再利用什麼 第二個函數叫MID MID前面有用過 那MID的話 也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 你要切割的文字在哪裡啊 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是 從哪個字開始 我要從前瓜糊的位置開始 但是前瓜糊如果你包含的話 他會多個前瓜糊 可是我不要啊 所以什麼 把它加1 意思說 我從那個 前瓜糊的下一個字開始 幫我取 資料 那我要取幾個字 你不可能說你輸入5啦 5的話就第3 問題這邊有 這4個字 這3個不對啊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是要算給他 那怎麼算 再貼一支公式 你幫我找一下 不是前瓜糊 是把貼上的公式裡面的 前瓜糊 感覺後瓜糊 你幫我找一下 後瓜糊的位置 但是後瓜糊的位置 在第9個字 再減掉前瓜糊的位置 應該是3吧 所以變成6個字 不對啊 多一個字 那多一個字的話 其實多前瓜糊這個字 所以再怎麼樣 再把它減1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 我們就 已經 把結果公式做出來 所以答案應該長這樣子 確定 第3階段 向下填滿 或者向上填滿 那你會發現 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但是會出現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呢 喔 緊Value 你想說奇怪為什麼緊Value 跟各位講一下 只要是有錯誤訊息的話 會是緊開頭的 那Value的話呢 指的就是 錯誤的訊息是什麼 他關鍵就是 你給我 白話意思說 你給我的資料有錯誤啦 OK 那為什麼 會有錯誤 主要是發生在 Find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Find 你跟他講說 你要找錢瓜糊 在趙大鵬裡面找 裡面根本沒有啊 所以緊Value意思說 你給我的資料裡面 又沒有錢瓜糊 那你還叫我去找 所以我給你一個錯誤訊息 告訴你 你根本給我的資料 是不是有錯誤 好 那所以是找不到啦 理論上當然喔 這樣應該也不至於會影響 只是會看起來不好看 但我發現喔 很多人喔 反正不好看就算了 當作沒看到就好了 所以就這樣就OK了 不對啊 應該理論上這個是空的才對 所以喔 第三個步驟 你要把 只要是有錯誤訊息 把它 變成 空的 所以喔 要怎樣 要怎樣用哪個函數 可以只要發生有緊字號開頭的 一律變成 沒有資料 但你不能說 我用delete delete 那每一堆東西 你要delete不完 所以喔 如果你要做的話 記得 你可以用ifl 那怎麼做 一 請你把 等號後面的公式解下 二 插入 邏輯喔 對不對 這個是在邏輯 邏輯裡面的ifl 然後呢 把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裡面 為什麼貼到value裡面 因為喔 他貼上去 他幫你判斷 你貼的公式裡面的結果 有沒有緊字號 如果有 所以底下有個 value ifl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那我要幫你做什麼處理啊 你幫我清掉 清掉的話什麼 兩個雙引號就對了 這個好像前面我們做蠻多的 清掉沒有東西不是說保持空白喔 你要塞兩個雙引號給他 OK 那他就幫你判掉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說裡面 不是錯誤的話 不是錯誤他就不會是清掉 而是保持原來的狀態 OK 所以他是這樣 就是只要 貼上有錯誤的就清掉 OK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這就對了 向下拉 放開 有沒有 就OK了 所以會用到 三個函數 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但是 可能 這個如果假設你平常用 函數很熟練的東西應該沒問題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1 先用fine 前刮符 有沒有這個fine 前刮符 A3 第2步把它剪下來之後用mid mid的話就是這個根據他去找前刮符加1 然後後刮符剪掉前刮符 再剪1 剪1的話是 因為多一個前刮符的位置 所以要把它扣掉 不然會 多一個前刮 多一個後刮符 OK 然後再用ifl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